好恭喜小鱼我這一次終於達到了5萬訂閱 5萬訂閱的部分我們這一次會做一個抽獎跟一個QA的問題 請在下方就留言詢問 至於的話這一次呢 因為新出的T恤這個 這是背面 這是正面 新出的T恤呢 我們拿個20件 然後20件出來給大家抽 到時候在5萬QA的影片中會再另外抽獎 那下面的話如果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特別的一些疑難雜症啊 想要詢問的話呢 可以在下方再詢問我 那我到時候做5萬QA的時候 會再做抽獎 如果是我的會員 會員頻道 我一樣會再拿出20件給會員的專屬再抽一次 我的會員的部分呢 就可以抽兩次啊 到時候會再開一次給會員抽 只要抽獎的時候 還有在會員的話 我們就一樣再抽 感謝大家的訂閱 那我們看片啦 那時候他們吊架都還是原廠 我就搖過就有發現了 這個是他原廠設定上面就會有這個問題 好大家好 我是小魚 今天我要來介紹的就是引擎吊架 這個引擎吊架 大家都在問說 Jet S SL的吊架 然後或者是我會不會出Jet SL的吊架 我考慮之後啦 情況OK的話 我可能會出一個一定的量固定的量 因為一次啊 做吊架都是最少一定要做個50-100組跑不掉 如果有要做的話 工廠一定因為最少要跟你收到50-100組 之後我可能才會考慮做 那暫時呢 我們不會做呢 當然是跟我們的同工廠 兄弟工廠 就是我們的超級工廠 超級工廠呢 是幾乎9x9的車種啊 他都會出啊 他願意出Jet S SL的吊架 已經是很有勇氣了 因為這種車種的吊架呢 其實說真的啦 他不像我之前出那六代戰一樣 GIS水冷BIS那些吊架呢 是因為我們去改變他的機構 改變他的方式 然後讓車子會變得更好騎 你換了以後 你的吊架的活動性會更高 讓車子更有完整的作動 那現在這個吊架呢 我手上這個是Jet SL的 其實他的切削紋路啊 看看他CNC切削一體稱型 看到他的紋路啊 都切得很漂亮 他有做欺騙散熱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導風的啊 因為他這樣子裝在前面的時候 他會有這種導風的效益 他的襯套呢 他也是用原廠襯套 這襯套是跟原廠山羊買的 一模一樣大襯套 這邊是會有一個 減震的橡皮 那當然有些的減震橡皮 會去更換成恐龍的 或是什麼的減震橡皮 我記得他們有做 那他可能就會減震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正 那這個吊架呢 整個CNC液體成型 並非組裝式 他只有組裝只有這個地方 這個壞檔片 那他的本身本體是液體成型 當然液體成型的吊架 就是比較貴的 比較貴的原因是因為 他CNC鍛造鋁合金 他的硬度絕對是更強 那如果原廠是鐵的話 那當然就比較差一點點 鐵的話 其實說真打拆下來 我拿張頭敲 他就貓了 敲他就彎了 他就會有彎的問題 那其實在車上的時候 如果你受到了 大力的撞擊跟扭曲 或者是撞到枯襪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些許的扭曲 鐵的部分 他還是有些許的扭曲 那這種鍛造鋁合金 他的硬度是更強 然後他的更扎實 其實他的重量 跟原廠鐵是差不多的 我們蹭過了 他跟原廠鐵是差不多 重量沒有重多少 那當然他的硬度就更提升 那他有些挖一些 鏤空啊 造型的這些的 一開始我暫時還不會先出來 有些人會再問我說 那會不會出我的 97MR版本的掉價 我暫時還是沒有考慮 我先裝的是超級工廠的 他有出JET-S SR SL SR跟S是一樣 SL不一樣 跟DRG也不同 他們現在有出這三個 然後他有出標準版 一公分 SL直到一公分 兩公分沒有 兩公分的話 他的很多東西都會干涉到 撞到 所以都沒有 所以最多最多出到一公分 那SR的跟S的部分 有一公分跟兩公分 那他的標準版本 售價是8500 至於在後一公分的 跟兩公分的部分 他可能有到9000塊 記得有加一點點 9000塊 這個他的是可以選顏色 自己帶選顏色 那有需要的話 可以找各大經銷 各個車行 跟超級工廠 就可以定了掉價 那掉價更換後比較硬 他也不容易被撞歪 基本上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呢就是先去上車 再去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掉價 可以稍微騎一下 測試一下這個掉價的特性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就先上車囉 好掉價的部分 我已經裝完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掉價的部分 在這裡 大家等一下會有 他是整個樣一體成型 他下面這邊 看他有做造型 他有閃過排氣管 閃過排氣管 當然他離排氣管的頭段 這個紋路呢 是還是有的啦 所以說他這邊 大概一指的空間 所以如果你的排氣管 要弄粗的話 今天如果你的排氣管 要弄粗的話 可能會有 稍微粗一點可以 可是如果太粗的話 要擔心 會不會有重的問題 那這個 就要看他們怎麼處理了 基本上設計是 跟原廠是一樣的 那原廠不會重的話 應該是不會重 然後另外一頭 他一樣坐這邊 有一個擋的 當然有些人說 可不可以不要這個 可是你沒有這個的話 如果你把螺絲拆掉 你這個會沉下去 你這一定會沉下去 所以說這個吊架的部分 他在排氣管這邊 其實還是 還是有一隻手指頭的空間 所以基本上是OK的 沒有問題 不會影響到這個 我車上這個版本 是SL後移一公分 我這個是有後移一公分的 標準的版本 我也有試裝過 主要是 我想要後移看看他的感覺 那標準版本的話 其實我裝過 其實感覺就差不多 那我想試看看 後移一公分的感覺 可是我騎起來 真心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差異 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個東西就是 他的差異性呢 帥度有 只是他都被一些管線擋到 這些管線 這個管線收起來 然後像這個黑色的話 你看整個這跟黑色的車子就合為一體 所以當然露出來的是比較少的 其實他的穩定度 一些的都還跟原廠差不多 因為他的標準設定是這樣 可是SL的部分呢 也有看過S啦 剛好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SL同樣的我也有看到 那這部分呢 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想怎麼樣呢 你自己決定喔 你注意看他螺絲套管這部分 你會看到他螺絲這個套管部分 他是會會動的 我等一下我把燈拿來給大家照一下 好的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這個螺絲的縫隙這邊 其實我在這邊搖的時候他會靠近 然後往後拉的時候 他其實這個是部分 他是會晃的 所以你看看到他這邊有一個縫隙 這邊有一個縫隙 你看看他有縫隙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把他往裡面 往左邊推 他會合起來 有縫隙 對他會左右晃 這一個呢 就是我發現SL他們的掉架 原廠的一樣有 我換改裝之前呢 原廠就會有 JETS也有 他也有這個掉架會左右晃的問題 那我們就覺得說 奇怪 今天如果我車子呢 今天的車子 如果我在這樣左右搖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有一個 咚咚咚咚的感覺 當我在那邊左右搖的時候 他就會左右的晃 這部分呢 也就是我覺得說SL 或者是JETS SR的部分呢 他這個引擎心的部分 左右晃的問題 那這是原廠的 那時候他們掉架都還是原廠 我就搖過就有發現了 這個是他原廠設計上面 就會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有在想辦法說 看可不可以加一點東西 或者是改變他的套管 他裡面這兩邊也是套管 然後改變套管 或是改變他的東西 或是加一點東西 可不可以把這個 左右晃的減震 可以處理掉 那他晃動左右 可能會少一點點 可是當然這台車的 震動啊 一些狀況 可能就會多一點點 或者是什麼穩定性 都會有一點點 這個 可能還要再去測試 還要嘗試 我先給大家看 不一定能解決 也不一定會好 那有沒有東西可以解決 有沒有東西好 這個之後如果有解決的話 再來拍給大家看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可能原廠車大概就是這樣 我這台車現在的前後避震器啊 這些吊架啊 這些有改的以後呢 車子的穩定度還是有一定的提升啊 所以說他的穩定度啊 強化車台啊 還是很好 其他的部分呢 我們就慢慢測試 至於我在騎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車子的穩定度 也是非常好的啊 那他的公彎啊 跟他的效能啊 跟他的什麼樣的狀況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說 其實JET SL 他是一台不錯的車啦 這個部分呢 當然就是我們吹毛求吃啦 其實 我有借給客人騎 然後我有給一些 我的師傅那邊騎 然後他們在騎乘上 其實我自己在騎 騎的體感 體感不出來 他這個左右晃 可是 我們在繞引擎拆裝的時候 覺得 這個是沒鎖緊啊 奇怪為什麼會左右晃 然後或者是我換吊架的時候 欸 這為什麼會左右晃 然後我們去搖 就欸 奇怪這左右晃 後來確定了 都有鎖緊 螺絲都有鎖緊 都沒問題 那這就是 SLO他們設計的問題 說不定是為了檢證 所以他讓這個間隙出來 那我們現在 也有在想盡辦法 看可不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至於處理的結果 怎麼樣的話 我會再公告給大家 IG的部分 大家再幫我去預 IG的部分呢 或者是 FB的部分呢 我會比較 更新的比較快 至於YouTuber的話 那都需要拍過影片以後 剪片以後 才會再上片 之後會再跟大家講 到底是怎麼樣情況 今天影片就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 按讚 訂閱 分享 小鈴鐺 掰掰 你幹嘛 走老闆 走老闆 走不下去 期不 stopped 走老闆 هنا 我會買那一出 有賽就 那就拜見 這通回 steep